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要求去学校报名就可以了 而多校划分的是小区没有明确的学校 入学要等校委划定两所以上的学校之后 小孩填写志愿进行电脑派位入学 单校画片的学区房除了政策变化的风险 还有两种可能上不了学的情况 一是学位被占用 比方说六年一个学位六年内被占用了 二是学校的名额满了不再接收声援了 所以之前买名校学区房能上名校的概率 差不多是百分之七八十 那实行多校画分以后呢 概率就要在这百分之七八十的基础上大打折扣了 如果是分成了两所那就降为百分之四十 如果分为三所差不多就降为百分之二十七的概率 分的越多概率越小 那实行了多校画片具体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学区房长落的那套政策风险 首先对于名校学区房来说 房价大概率要降 而且降的幅度不会小 因为名校手边的学区房和其他小区以前电脑派位 上学概率差不多 一旦没有名校入学资格加持 名校周边的学区房价格就算是虚高了 买的人自然就少了 其次呢对应普通小学的学区房来说可能是个利好 因为以往想上名校得买对应的学区 现在多校划分之后 对应普通小区也可以上名校 而且概率和之前名校学区房差不多 但价格却比名校学区房差一大几 所以家长选择对应普小的小区的会更多 另外孩子上学可能会不太方便 比方说长安区就出现了不能究竟入学的情况 它规定的是2017年6月30号以后购房 按照多校花票实施之后出现了有配套小学的小区 最后要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去上小学的实际情况